嗨,大家好,我是坦评书 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0年2月19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美团 昨天发改委出了一个政策 叫什么14部门要求外卖平台下调服务费 然后美团昨天就暴跌 跌幅达15% 它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发改委 等多个部委引发了一个叫 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 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 这个政策提出 引导外卖等互联网平台企业 进一步下调餐饮业商户服务费标准 降低相关餐饮企业经营成本 引导互联网平台企业 对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 餐饮企业给予阶段性商户服务费优惠 这个念起来还都挺绕口的 实际上简单的说 就是发改委和一些其他部门联合 要求这些外卖平台 就是互联网平台 你给这些商家 实体商家 让点力 为什么要让力呢 是因为这个疫情导致的很多这个线下的餐饮企业 叫举步维艰呢 这两年基本上餐饮都在亏损 很多餐饮现在都靠外卖 这点流量勉强维持 那么发改委这些部门 他就认为你这个互联网平台 能不能给他们让点力 据有人测算过 就是互联网平台 从餐饮企业 大概要抽25%左右的这个服务费 这个数据从哪来的我也不清楚 有没有道理不清楚 当然在网上都流传着这么个数据 平均 你这个 你如果全部走外卖的话 你一天卖一万 那可能要2500 是要给这个平台的 那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 对吧 我来谈谈我的这个看法 有人说啊 这个不合适 因为这个 你发改委干涉人家企业经营 人家定价 怎么定的 抽佣金抽多少 这人家企业自主定价 这个说法也对啊 对吧 你发改委 不能随便调控人家价格 因为美团它也是民营企业 它也不贵你这个 它也不是国企 又不是中石油中石化 你怎么不把中石油中石化的价格 调一调呢 这个不管是原油价格涨 你中石油中石化的价格 涨得更快 原油价格跌 你中石油中石化的这个油价跌得慢 你发改委怎么不去干涉一下呢 这说的也有道理 这个我认为这个 而且很在理 但是呢干涉美团 以及阿里这些互联网外卖平台 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啊 中国啊 它不完全是市场经济 它是个半市场经济 什么叫半市场经济 叫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实际上就政府那只手啊 它一直就放在你口袋里面 只是没捏而已 你反过来从互联网企业来说 如果不是政府让利 或者就是让渡一些权利 你这些企业也发展不了这样 也形成不了垄断 比如说美团阿里 它怎么发展起来的 对吧 就是政府真一只眼闭着眼 把这些权利让渡给美团了 美团在竞争中啊 它就脱颖而出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搞外卖 如果在十年前政府是一把尺子 一样的标准 一样的管理办法 那美团也很难脱颖而出 政府在监管过程中啊 实际上是睁一眼闭着眼 就让美团这样的企业 它就做起来了 其他的这些什么企业 就被烧死了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 它就是这样的嘛 就是靠讲故事 搞一个模式 然后就看谁融资能力强嘛 谁融资能力强 谁能融来更多的钱 谁能把对手给烧死 把对手一烧死之后 我就形成垄断 垄断了之后 我再涨价 那都是一个逻辑啊 它这些模式都是从国外学的 你说技术 它没有什么技术 它的优势啊 就是中国人多 中国人力便宜 所以这个这些互联网这些模式啊 在中国发展的就比美国发展的好 美国你有技术 但是你的市场不行啊 对吧 你美国人力太贵啊 所以它外卖发展 它就没中国力了 美国你的模式 那咱可以抄啊 对吧 咱们这团购啊 包括外卖啊 这些十一八九 都是从别人来借鉴过来的 到了中国之后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疯狂融资 疯狂烧钱 垄断市场 再涨价 美团就这么干 滴滴也是这么干 对吧 这个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 滴滴最早是叫快递 最早搞这个轿车平台的 也不是快递 都已经早死掉了 都被他们烧死了 滴滴就是因为 抱了大腿 融到了更多的钱 对吧 后来在资本的这个 撮合价 把快递并购了 合并了 跟快递一合并之后 又在资本的这个撮合价 把Uber中国 给收购了 Uber中国 Uber啊 还是滴滴的大股东的 不一定是大股东啊 这股份还不少 那么说回到美团 一个路数 美团烧了多少轮 后来才在香港上市 那么现在美团在外卖的行业里面 基本上是一股独大 他大概占70%或者60%的股份 这个市场份额 还有一个 饿了吗 只占20%份额 饿了吗 就是阿里旗下的 可能剩下10%是一些乱七八糟的 地域性的 是外卖公司 所以今天这个消息一出来 把这个要调低啊 这些服务费用 所以美团的反应是最明显的 直接就跳水 股价直接跌了15% 据说啊 昨天是王兴的生日 那王兴受到这个大礼啊 也够神奇的啊 也够 也够惊奇的 对不对 这么一个大礼包 我倒是觉得啊 这些互联网的新贵 应该有这个 叫自知之明 应该知道中国目前是个 什么个现状 如果你以前不知道 还情有可原 自从去年提出这个 共同富裕之后 应该马上就要有所表现 你的经营策略 你的整个的规划都要改变 不能按市场经济那一套去搞 市场经济里面 那就是资本 收益 最大化 我作为企业 我要追求我的效益 我在你法律法规的 这个框架内 我把我的利益做到最大 这是资本的这个天意嘛 对吧 无可厚非啊 我不能承担其他的东西啊 至于我赚了钱之后 我是做慈善 还是干啥 那是我的权利啊 对吧 这不是资本社会都这么干吗 但是在中国不行啊 中国它不是个完全的这个市场经济啊 而且也提出了共同富裕 那么这些 尤其是互联网的这些企业家 应该及时调整策略 不能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了 要兼顾公平 也兼顾社会效益 不要在乎自己什么福布斯排行榜了 也不要在乎自己企业每年利润几百亿 一年比一年多 年年增长 差不多就行了 企业维持适当的利润就行了 尤其是美团这样的企业 其实美团啊 如果这个王兴调整策略调整思路 它是可以做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有非常好的社会效应的一个企业 这个一说大家就清楚了 美团它的外卖棋手有多少 还有很多百分之十几的是研究生啊 百分之几十的是本科生啊 都去做外卖棋手了 当然了它不是一直做外卖棋手啊 它可能就是失业了 那么在下一家单位还没找到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做外卖棋手过渡去了 很多是这样的 当然也有人可能坐着坐着 下一家工作一直找不着 他可能一直就送外卖 实际上就是美团 它的外卖容纳了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 对吧 咱们灵活就业人员是两亿啊 这两亿都去自己创业去了吗 都去自己摆地摊去了吗 都去自己干电商去了吗 可能不是 对吧 有很多去送外卖开滴滴去了 那么美团啊 实际上完全给把它这一块优化 把它的这个岗位啊 外卖棋手这个岗位 第一个啊 要给它一定的这个叫劳动保障 比如说社保 医疗 养老 对吧 这些无险一金 得想办法解决 当然 美团这样的企业 如果解决了 无险一金 那它的利润就少了一大块 可能就在 盈利和亏损之间徘徊 但那没有办法 这叫社会责任呢 对吧 如果他把外卖棋手这块的 这个权益 劳动保护 做得好的话 然后这个外卖棋手 就像个这个蓄水池样的 能容纳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 因为这些灵活就业人员 他大部分都是暂时的嘛 这个过渡嘛 他并不是一辈子送外卖嘛 如果这么做的话 那美团的这个社会意义就非常大 尤其是在现在 目前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情况下 当然了 美团还得去仔细去算 对吧 要给这个餐饮企业让利 你不能利用自身的这种优势地位 垄断地位 收取过高的叫服务费 对吧 你要把服务费啊 要降到越低越好 当然这个对美团是矛盾的 对吧 他服务费 给商家的服务费降的低 他的收入少了 他的收入少 他就没有办法 给那些外卖棋手 什么交社保 对吧 提供更高的这个劳动保障 这是矛盾的 但是没有办法 那就是美团 就得想办法 从经营管理上面 降成本 对吧 你那些什么CEO啊 那些总经理啊 那些就不要一年拿几百万吗 少拿一点 公平啊 现在叫公平 不是吃都市的时代了 整个管理层 中层 这个薪水要调整 把这些费用 费用也要节约 把这些利润 让出来 给商家补贴一些 给这个棋手补贴一些 这样社会意义更大 不要老想着自己 企业 我今年要赚多少 明年要赚多少 我给股东回报多少 看我赚这么多 这个是在资本这些社会 是这样的 但是在中国恐怕是行不通 其实滴滴也一样 滴滴他不就是收这出租车 或者是开滴滴的 这些开车的人的这个佣金吗 对吧 从他的头上抽钱 据说抽的也很狠 30% 平台实际上你就做一个信息匹配而已 有那么狠吗 你不就是垄断了吗 想怎么收怎么收吗 说到这儿 美团去年还因为垄断 被罚了43亿 就因为他垄断 就因为他要商家二选一 实际上垄断这个事情 不管是国企 还是民营企业 只要垄断 那就资深着大量的问题 国企垄断 咱就不说了 这个叫庆祝难说 但是民营企业垄断 那他干的那个坏事 难道比国企少吗 这个可不是 这些民营企业垄断的民营企业里面 那腐败 国企里面的腐败 能玩的话 民营企业一样都可以玩 是一样一样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 恒大高管出行 那个表 被很多网友发到网上去了 你看看人家那地玩帮的享受 那恒大可是民营企业 总裁去哪 温度的多少 要抽几根血架 放多少瓶水 这个是要搁到国企哪个领导团 那还真是 马上就要 算是 这犯错误了 对不对 但是在民营企业这不叫犯错误 所以这互联网 这平台 这巨头 应该认真的 去把成本降下来 把你的管理费用降下来 然后把这利润 要让给山下游 把自己的利润 也要控制一下 不要一味的追求利润 追求股价 追求股东回报 然后我也成为福布斯 首富了 那些都是虚名 没有意义的 分分钟叫你不是首富 对吧 让你跟许家印 许老板一样 让你爆雷 现在这互联网企业 应该调整这个思路 调整经营理念 比的在自己不亏损 正常发展 良性发展的情况下 谁给社会做的贡献多 对吧 谁解决就业多 这我以前有个视频也谈了 对吧 以前互联网企业为了降成本 五个人的活 两个人干 这样人力成本低 工资高啊 现在应该调整理念 五个人的活就是五个人干 这样增加就业岗位 释放更多的就业岗位 容纳更多的人的就业 这样才能解决什么共同富裕 所以对这些互联网巨头来说 其实也确实难掌握这个平衡 不好把握 但是首先一个你理念要变啊 经营理念必须要变啊 你就得在成本啊 利润提供就业岗位 社会贡献这些角度去找平衡 一旦你掌握不好平衡 你企业可能就黄掉了 对吧 一旦掌握不好平衡 你企业是赚钱了 但是你这个人黄掉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心累啊 他在这方面拿捏不容易 省时夺势吧 到什么上唱什么歌 现在这个时代不是十年前了 那你记得按现在的这个调调去唱歌 总之啊 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家 确实也不容易 但是也要意识到 自己所处在这个时代 所处在这个环境 自己的所承担的这个社会责任 这个人民日报不说了吗 没有马云的时代 只有时代的马云 这句话 歌到哪个企业家身上都是对的 你要这么想就想通了 不要认为自己了不起 是时代付入你的 那你就回馈时代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一个次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